近日,TWICE第四章同名名义专辑主打歌Signal的MV 在YouTube上的点击量也超过3亿 该MV于2017年5月15日发布 在发布大约5年后达到了里程碑 Signal由GYP制作人朴振英亲自操刀辞去创作 同时也是TWICE出道后首次以朴振英制作的歌曲 为主打歌回归 与之前的几首人气作品相比 此次成员们在歌曲中担当的部分有了很大不同 作为团队主上的智孝和纳莲 并为演唱副歌部分 而一项负责Rap部分的采音和多弦 则进行了演唱 全新的编排也让歌曲新鲜感十足 Signal讲述的是 向喜欢的人一直发送爱的信号 但对方却始终未能察觉的故事 歌曲曲风轻快,节奏感强 再一次展现了TWICE青春活泼 充满能量的音乐风格 这首歌也是在2017年MAMA拿下了年度最佳歌曲 值得一提的是 Signal是寄了Lagoha,Cherryo,Titi,Lugly,What is Love,Hot Shaker,Fancy Feel Special,Yes or Yes, I Can Stunt Me,Dance the Night Away,And More and More之后 第14支MV点击量突破3亿的歌曲 爱到还不是我 Merry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